大家好 前面几次课呢 我们讲了嵌入式系统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以及它的一个整个的开发流程 那么我们就了解到了一个嵌入系统呢 它是包括硬件子系统 还有软件子系统这两个方面 那么其中的硬件子系统呢 它包括一些嵌入式的处理器啊 存储器 还有一些可编程的IO系统 以及它一些外部的设备驱动接口等等 那么它的软件系统呢 包括它一些操作系统 还有它一些应用软件等等 那么我们这一章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讲那个嵌入系统的核心部分 也就是嵌入式的处理器 那什么叫做嵌入式处理器呢 我们是这么来定义它的 嵌入式处理器就是指 嵌入式系统上的处理器单元 那么实际上呢 这种目前所用的嵌入式处理器呢 是种类是非常多的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们分为 以下这么几种 那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 有一些嵌入式的处理器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 这个处理器 当然也包括一些 比如说它具有一些处理的性能 也包括当然有一些微控制器 它也叫处理器等等 那这是第一大类 还有一些微处理器呢 我们嵌入式的处理器 比如说微控制器 也是我们提供的一种 比如说还有一些的数字信号处理器 当然数字信号处理器 所以这个是比较 建立一些比较复杂的实时的系统里面 所需要的用到的 还有一些可编程的器件 比如说是PLB系列 CPLB FPGA等等 当然了还有它们之间的一些组合 我们都通成为嵌入式的处理器 那么嵌入式处理器呢 它是作为一个嵌入式系统的整个一个核心 那么它是 就是我们一般是在嵌入系统这个平台 那个处理器这个平台上 它是运行一些嵌入式系统的一些系统软件 还有一些应用软件 那么目前我们使用量最大的 也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这种Windows的这种系统 它是基于的Intel的X86体系的一个处理器 那我们都知道了 那个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那个无聊单评机 那么它的创世代就是Intel 那么说刚才也说到过了 嵌入式处理器的准备是非常多的 那么说不仅不同的行业 它可以使用不同准备和体系的嵌入式的处理器 而且呢 那么在我们同一个行业 比如说我们是比如说我们搞数字的 搞数字边路的 比如说我们去搞一些工业控制方面 比如说我们搞一些生物医学 信号处理方面等等 我们在这些同一个行业之内呢 所使用的那个处理器 它的种类还有它的性能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说我们整个嵌入式系统的设计 尤其是硬件设计方面 它就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就要求我们的硬件设计人员呢 需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 要完成一个硬件设计 然后才能把这个产品尽快的推向市场 那么我们前面第二章的时候也讲过了 那么嵌入系统的设计人员呢 我们必须首先满足的客户需要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进行一些需求的分析 我们要知道用户需要什么 然后才去设计这些产品 那么设计产品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些器件 我们根据什么器件来设计 我们所需要的那些产品 那就是要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处理器了 那么虽然说 嵌入式处理器的结构功能都比较复杂 但它有一些共同点 我们下面看一下它的这几个共同点 第一个呢就是处理器的内核 也就是它的内部结构大同小异 像我们现在处理器 很多结构上 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 比如说它有一样的最经典的结构模式 一个是弗洞因曼结构 还有就是哈佛结构 但是现在的处理器 一般使用都是哈佛结构 也就是说它的 程序处理器和它的数据处理存储器 它是相分开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地质总线 比如说嵌入式的处理器 它都包含有地质总线 但是还有数据总线 虽然说它每个每一种芯片或者每一款芯片 它的地质总线和数据总线 它的个数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一般情况都是包含这两点 第四点就是控制类总线 当然又完成一些因为嵌入式的处理器 又完成一些控制 比如说一些我们经常所用的一些微控制器 那么为这种控制器芯片呢 当然需要一些控制类的总线 来完成一些控制的功能 当然还需要一些辅助电路 比如说时钟电路啊 复位电路啊等等 还包括一些显示电路等等这些 但还有一些接口电路 可以完成我们与其他外事的一些连接 比如说我们可以完成一个FPG或者CPLD 相连接 共同完成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复杂系统的功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一讲的主要内容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组成 那么我们是从这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讲述的 第一个就是嵌入式系统的方式 这个方式呢 现在主要是两大类 一个就是通用性的 一个就是专用性的 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硬件子系统的一个组成 当然还有包括它一些处理的子系统 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子系统 我们也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比如说存储器的一个子系统 还有一些它附属编路的一个子系统 但还有比较关键的 我们比如说开发完这个系统完了以后 我们需要一个调试的一个系统 那么最后我们还会讲一下 我们是如何选择这么多 面对这么多的处理器 我们去如何选择我们所需要的处理单元 首先我们看一下嵌入系统的方式 那么刚才也说了 目前的嵌入系统的方式主要是两大类 一类就是通用的计算机 一类就是那个专用的计算机型 那么对这种嵌入的通用计算机呢 它是指的是把通用的计算机嵌到 嵌入到应用系统的内部 通常这样的嵌入系统呢 它一般包括比如说计算机 还有一些接口设备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当然这种接口设备 一般还有一些机械装置 比如说你要搞一些那个机械控制方面的 那这个机械装置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这些机械装置 加上我们的一些电子控制 电子设备 那我们就可以构成一个集电一体化的一个系统 那么这种通用的那个计算机型的嵌入系统 它一般情况下它的功能是比较强大的 处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 所熟知的一种医用的 比如说CT 它就是用一个普通的计算机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这种桌面 桌面计算系统 还有一些CT机 包括一些机械装置 还有信号处理装置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信号的采集 一些数据的采集 还有一些处理等等 就这些方面组成 那么计算机呢 那我们自己使用的计算机 我们这个计算机 打开计算机 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计算机 它可以通过一些扩展插槽 比如说 我们现在用的一般的PCI卡 包括还有一些的 空空机上面 有一些CPCI卡等等 这些插槽呢 我们可以安装一些我们所需要的接口 也就是说 一些IO的接口 比如说我们需要处理采集 我们需要一些AB卡了 我们需要一些数字 数目之间的变换 就需要一些ADA卡 以及一些 一些 就要进行数字量进行的一些IO设备等等吧 那么我们通过这些设备呢 就把计算机与机械设备 机械装置连接起来了 那么连接起来了以后的 这些装备 这些装备就可以 由我们自己编程序进行控制 来完成我们所需要它完成的一些功能 那么这种通用型的嵌入式系统呢 它有些什么优点呢 首先来说呢 它的优点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它的内科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种CT系统啊 那么一个CT系统可能需要上百万元 那么嵌入式 而一个嵌入式计算机成本呢 只有1万块钱左右 那么它的成本就是大大的降低了 第二个点它第二点呢 就是说它省掉了 嵌入式计算机设计的成本 第三点呢就是它扯造性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目前它这个 我们都知道这个计算机发展 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 所以说这个制造技术啊 各方面的技术 都是真的比较成熟的 第四点呢就是它比较容易升级 它可以通过更换计算机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升级一些 其它软件方法等等 用这些方式来实现升级 第五点呢就是它开发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因为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通用计算机上的一些 现成的开发软件方法等等 可以避免我们自己再进行一些这些软件的设计 那我们就节省了一些设计的周期 当然也建立了它那个成本 但这种方式也有它自己的缺点 那么它说我们知道那种 比如说还是刚才那种CT 它的这个系统它的体积是比较庞大的 而且是基本上也就是不能挪动的 移动性是比较差的 当然还有它的软件呢 它的软件呢 因为它我们都是很多是通用计算机上的一些软件 那么它的 当然这种软件还必须加上我们这一些 它功能一些嵌入式的软件的设计 那么这种设计呢 它的保护 那软件保护方面 可能就不够完完整了 所以说我们说的这种嵌入式的通用计算机呢 它这种方式呢 一般都是会开发大型的嵌入系统 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CT的这种医疗设备之外呢 比如说还有一些自动化控制方面 也可以采用这种通用的嵌入系统 那么嵌入系统的另一种呢 我们看一下 叫做单板计算机型的嵌入系统 这种嵌入系统呢 它是一种机械装置嵌入到单板计算机里面的 那么这种单板计算机呢 它可以使用嵌入式的处理器呢 也可以使用一些通用的处理器 那然后再集成一些外部的设备 就构成了我们整个的一种单板计算机型的这种嵌入系统 当然目前这一方面目前使用比较广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PC104这种模块 这种模块呢 它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比较传统的PC104 一种呢就是比较新的 像PC104 Plus这种 那PC104那个单板机呢 它是采用了一种Isa总线 那么PC104 Plus呢 它是采用了一种PCI总线 那么Plus呢 它是对机械的尺寸做了一些重新的定义的 然后多了一个PC104单板机 像一种 就是说层与层之间的 不同层之间的一种互相连接的一种功能 那么PC104这种单板机呢 嵌入系统 我们看一下它的优缺点是什么 这种系统呢 它成本是比较低的 而且体积也比刚才我们所说的 嵌入式通用计算机 它的体积要小 那么它的开发也是比较方便的 尤其是那个硬件开发的 它周期是比较短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主要是 把精力放在外设的开发 那么说它 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它也有它的缺点 这种系统它的处理能力相对是比较低的 而且一般情况下 它的处理能力是 一直是低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中央操作系统 下面我们看一下 第三点就是基于嵌入式处理器的专用的计算机型 这种专用的计算机型的嵌入系统呢 它是不采用同样计算机的设计 它是根据什么呢 它是根据嵌入式系统产品的特殊需要 完全量身定制的一种嵌入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各个方面 我们是根据我们用户的需要 专门为它打造的一种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呢 基本上就是要首先要考虑完 满足用户的需求了 然后从各方面我们是来 基本上是由我们自己完全设计 那么这种通用的计算机呢 因为通用的计算机 刚才所说的通用计算机型的嵌入系统 它不管怎么样 它会都会存在一种资源浪费 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Windows这种系统 我们就是通用计算机 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 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干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么对于一个比如说 我们测出用户的一个 对于一个测出要求的一个用户 那么用这种系统来设计的话 那无可避免出现的问题 就是资源的浪费 那么我们设计这种专用的计算机的嵌入系统 它有一个原则 我们要做一个原则 那就说 凡是系统不使用的部件 我们一路要去掉 那么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接掉 比如说一方面可以节省一些成本 当然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电路板 节省一些电路板的面积 当然也省了一些电子源器械 不管是从开发周期上 还是从整本来说 都是大大降低了 那么嵌入这种专用的计算机型的嵌入系统呢 它一般情况下 它的体积 体积也比较小 功耗比较低 那成本呢 那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相对于我们前两种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些 做一个产品 当这种产品的量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建议通常呢 使用这种专用的计算机型的嵌入系统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介绍了三种嵌入式的系统 那么我们面对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怎么才能决定我们采用哪种嵌入式的方式呢 嵌入的方式呢 那么设计的时候其实采用哪种嵌入的方式呢 这个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 通常呢我们行业上怎么行业的用法呢 就是说要考虑一些开发成本 还有产品的预计销售等等 也就是从市场的方面来来衡量这个采用哪种嵌入的方式 一般呢我们如果从单个产品来说呢 那个专用计算机的方式的硬件成本是最最低的 我们刚才也说了 他把一些他的一个设计原则呢 就是把系统不需要的部件全都去掉 所以他的成本应该是比较低呢 那如果反过来说呢 我们采用一些嵌入通用型的 嵌入充用计算机型的方式 和一些嵌入式的单板机方式呢 最初呢他就需要产品的预计销售比较大 那么他的那个设计出来的成本也是 也就相对要比较低 所以说我们选择嵌入的方式的情况下呢 我们一般采用的是考虑从成本和销售这两方面 来统一考虑综合来考虑 我们决定采用哪种嵌入的方式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大的问题 就是硬件直线的一个组成 那么嵌入式系统呢 硬件的设计它是围绕着嵌入式处理器进行的 那么嵌入式的处理器它是根据从各种外部设备接收的输入 来完成那个必要的计算和处理工作 并把计算的结果送到输出接口 启动外部设处 那么嵌入式处理器的它的输出处理功能 和普通的处理器其实是相同的 嵌入式处理器的内核 它的内核当然也和普通处理器的内核也是相同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嵌入式的 刚才说了 它和普通处理器的内核是相同的 那么它的指定系统也基本是相同的 那么它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嵌入式处理器它提成了大量的一个IO 模块单元比如说一些中端控制器 重新控制器 还有包括一些存储器 比如说我们的一方Proom Flash 还有是RAMC RAM等等吧 那么我们在构成这个嵌入式的系统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是不需要这些外界的内核 那么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小型化的一个系统 那么这种系统呢 有一个问题呢 那么它的扩充性能是比较差的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嵌入式系统呢 它对扩充性的要求不是很高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要求不是很高的 那以前我们也讲过了 嵌入式系统的硬件主要包括一些 嵌入式的处理器 还有存储器 还有Io Io电路啊 还有一些外设等等 那么嵌入处理器呢 你刚才也说了 分了那么前面有这种方式 那么存储单元来说呢 能嵌入系统呢 还可以配备一些扩充 存储单元 比如说一些存储单 但是我们是制止的事情 我们需要一些扩展的时候 比如特殊需要的时候 来扩展它的存储能力 那我们这个图嘛 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硬件子系统的组成这个图 这个图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就 对嵌入系统的一个组成 有一个很直观的了解 它一般是包括一个处理的子系统 还有一个存储器的存储子系统 还有一个附属电路 以及一些IOM 你现在看一下 要不说包括 刚才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它处理器的一块 处理器的一个子系统 那存储器 包括一些我们外部的RAM 还有一些ROM等等 那么它的一些附属电路啊 还有IOM啊等等 这个我们看一下 就是一些附属电路 比如说复卫电路啊 晶体啊 比如说一些控制电路 外部的锁存器 管充器啊等等 这些IOM 比如说一些通信接口 一些AD 机械转换 还有一些显示 显示接口等等 就 主要是由这几个部分 来高层 那么首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处理器 处理系统的核心部分 就是它的处理器 它这个子系统 那么出入 迁入式的系统 它所使用的处理器呢 一般是包括通用的V处理器 还有迁入式的V控制器 还有一些V 还有迁入式的V处理器 还有些 还有DSP DSP就是数字 信号处理的一些器件 那么有时候还包括一些可编程器件 比如说一些PFD 它集成了一些处理器 或者控制器 还有一些DSP的单元 还有一些 我们经常 原来提到过一个编程系统 以及SOC 那么先看一下这个通用处理器 那么通用处理器呢 从目前来说 它的转型是比较繁多的 但是它功能来说 它也有些它自己的共性 它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共性 那主要是共性上 我们从两点来说明 第一点呢就是对外的接口 比如说通用的处理器呢 它对外的接口 包括一些数据总线 我们原来也说过 地址总线 还有一些控制总线 还有一些辅助的电路接口 那么它的处理功能呢 它这个方面的功能主要 体现它的指令系统上 那么它的指令一般 包括一些数学运算 逻辑运算 还有转移跳转 还有子程序的一些调用 包括一些中断 还有一些 当然还有一些处理器的控制 当然有些比较高的那个 高级一点的处理器 它包括一些中卫的操作 比如说还有一些数据的传出 包括一些DMA口等等 那么处理器既然种类这么繁荣 必然有它的不同的地方 那么不同点呢 我们主要从这四个 下面四个方面来进行描述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指令系统 指令的个数 因为有比如说 这点我们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 比如说不同的处理器 它的指令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你就拿DSG来说 Ti的DSG和AD公司的DSG 它的指令系统 指令系统 包括它的运法结构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处理器 它能做定点演算 但是有些处理器 它就可以做一些 还包括一些 除了定点演算以外 还可以做一些浮点的演算 第二点就是它指令的形式 指令的形式 指令的形式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指令系统 部分情况有下的这两种 一个就是经典指令计算机 以及我们经常所说的RIS5 还有一些复杂的指令系统计算机 比如说一些CIC 现在很多的处理器新品上 都集成了这种 就是RIS1 就是经典指令机 那么到后面介绍的时候 我们也会对这两个 到底经典指令机 和复杂指令机 它们之间有什么缺点 我们会对大家做一个 相互比较的一个介绍 那么第三点呢 比如说 就是我们的处理器的结构设计了 结构设计呢 现在的处理器 很多都是采用一些 比如说流水线 流水线结构 这种方式设计出来的一个程序 它的可执行性和可读性 就是比较好的 它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最后一个点就是 它的工艺 还有它的应用指标 比如说它这个处理器 你是用什么工艺制成的 半导体 你的集成电路 你是C模式 还是什么等等 还有它用一些应用指标 比如说它的温度特性 等等 比如说 但温度特性这边方面 有分商业级 军用级等等 这个商业级和军用级 比如说还有一些航天级 这些它根据不同的应用 场合呢 它这个应用指标 是不一样的 那么讲了这么多呢 其实呢就是说 嵌入式的处理器 它和通用的处理器相比 其实本质上 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那么同一个系列的嵌入式处理器 它和通用处理器的内核 可能是完全相同 比如说Intel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比较熟悉的 186188系列的嵌入处理器 还有一些 它的内核呢 就与8080 以及我们经常 原来危机原理 所以我们所讲的 一个8086 通用的处理器 它的内核 是完全一样 那么它们之间 所不同的呢 就是说 嵌入的处理器 它集成了更多的外部 设备接口电路 所以在实际的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节省 把这些外部电路 可以节省掉 我们直接根据在片内 我们可以对这些接口 外部电路 直接进行操作 那么嵌入式处理器呢 通常它是 比如说我们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它是针对某一个客户 或者某一种特殊的需求来设计 那么它设计出来 更符合这种环境下的应用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嵌入式的处理器 它对一些指标进行优化 比如说它的功耗 现在功耗是 比如说高 集成度越来越高 现在这些点 它的功耗也是越来越低的 它的封装 封装呢 现在是有很多种 比如DIP的 SOC的 包括一些BGA的等等 这封装也是非常准备非常多 那么尺寸呢 那嵌入式处理器呢 那尺寸呢 当然现在也是越做越小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那个通用处理器 第二点呢 我们看一下尖入式的微控制器 微控制器呢 它主要是英特尔公司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MCS51 就是我们的单评机 还有些96系列等等 那么还有些 当然还有一些摩特拉公司的 就是它的 68HC 这种系列 但还有个Microchip GIC系列 当然等等 这些微控制 目前的微控制器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典型的那个 那个 嵌入式的微控制器 它是包含在同一个 集成电路上的 CPU的内核 中转控制器 还有定时器 计输器 存储器 还有其他的外设 通常这种微控制器 它是不需要扩充存储器的 当然还有一些新兴线做到什么地方 它是没办法扩充的 那么我们微控制器呢 它在小系统的应用的时候呢 通常是 用这种微控制器来解决这种问题的 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那么它具有实际上呢 切勿式的微控制器和微触触器 其实上我们刚才也说了它分种类的时候 触触器分种类的时候 分种控制器啊触触器啊等等 那么实际上的这种控制器呢 和我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处理器呢 它本质上呢 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它同样的处理器内核 可以设计成 先入式的微处理器 它也可以设置成 微那个微控制器 那么它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那如果没差别的话 那为什么叫一两个不同的名字 那么它说明它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呢 那么它这个差别 它主要是我们人为的区分它 那通常我们 这么用呢 比如说 器件的外围电路设计 如果比较多的时候 而且它基本上不需要扩充 存储器呢 那么这种芯片呢 一般我们称为控制器 比如说刚才也说过 比较半天机等等 那么这种芯片处理微控制器呢 那它的处理能力呢 就比较差 但是功能比较齐全 因为它提升了很多外设的接口 那性能指标也比较低 但是它价格是比较相对比较便宜的 所以它适当的场合一般 就是比较小型的话的 小型以简单的系统 下面我们看一下 侵入式的微处理器 那么 微处理器呢 它跟微控制器相比 它的处理能力当然要强一些 那现在的微处理器 它的自长 有8位的 16位的 32位的 还有64位的等等 有许多的种类 那么它的 那么微处理器 我们需要了解它一些特点 那么 我们是从下面这6个特点来描述它 第一个呢 它就需要扩展它 因为我们需要 使用这些微处理器 来设计系统的时候 我们一般 都需要设计一些大量的外围电路 比如说包括一些 刚才说 它要扩展一些存储器 还有一些IO电路等等 它不像刚才所说的控制器 控制器 因为它外围集成了很多的IO接口 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扩展的 那么也说了 它的处理能力一般是比较强的 肯定要强于微控制器呢 那么它是 正是因为它集成外部的接口比较小 所以它的处理能力反而比较强 那么这种芯片呢 一般都集成了一些处理器的内核 有比较高的时钟 当然它的内核 可以说可以做的比较快 比如说做的64尾等等 那么它的巡指能力呢 也是比微控制器大的 这个巡指能力呢 主要体现呢 也就是它的地质总线的 它有多少根地质总线 比如说我有8根地质总线 那么我的巡指能力就是28次 比如说有64尾呢 64个地质总线 我的巡指管就是2的64等等 当然这种微处理器 比较适合中高端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一些中性系统 包括一些大型的系统 都可以使用这种轻易式的微处理器 那么它的型号也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常用的 阿姆 单品151 还包括一些 英特尔公司的 摩克拉公司的 西门子公司的 阿姆尔公司的 等等 很多公司很多的种类 也当然有很多的型号 那么哈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种 线入室的微处理器 通明性是比较强的 可以符合各行各页的要求 下面我们看一下DSP DSP呢 就是说所谓的数字信号处 那么它是特别为数字信号处理 设计的一个处理器 它不是为一些普通的应用的设计 比如说不是为我们经常所用的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应用的DT 比如说一些工业控制方面 它不是主要为这方面来设计 它说是做一些数字信号处理应用的 那么这种处理的信号 这种数字信号呢 但数字信号现在准备很多 比如说你输的信号 你视频信号 还是中频 或者还是射频信号 你或者还是音频信号等等 信号的准备是非常多的 而且它处理起来的算法也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它的数据量是很大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数字信号处理 所以它一般要求它的实时性比较强 那么 它通常一般进行的运算 比如说包括我们一些 我们所说的一些滤波 一些低通滤波 带通滤波 带阻滤波等等 还包括一些CAMON滤波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 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后处理 我们需要一个CAMON的滤波 或者一个20B的滤波等等 还进行一些逆变化 但是这个异变化 比如我们经常比较熟悉的复利叶变化 这些都是可以在那个信号系统 这些课论我们都可以 那是学过的 这个数字信号处理 比如说它的一些异变化 比如复利叶变化 拉布拉斯变化 还包括一些Z变化 等等 这些变化呢 也包括做一些算法 比如说最常见的复利叶变化 我们现在一般实现的 在DSP实现的时候 我们这个里边 这个复利叶变化 都是通过快速复利叶变化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FFT来实现 那么这个FFT呢 比如说你要做多少点呢 比如说对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比如说它有1000点 当然是一个数字信号 它有1000个点 那么对它做FFT的时候 因为数字 因为我们是在这种芯片里边做嘛 它也是一个基于二定制的一个芯片 那么所以它的一般的运送的点数 包括比如说这种FFT的点数 它一般的选择的是 二的整数清理 比如说对1000点的一个输入数字 比如说FFT变化呢 我们一般会选择1024点 也就是说2014方 更多来做这个数字的一个FFT的变化 那么它要求的它那个数字量就比较大 那么它一般是用DSP这种提前来完成 那么这种DSP呢 它的体系结构是什么呢 那么DSP它是专门设为处理一些密集的数据算法 来设计的一种处理器呢 比如说一个点心的音频处理 包括一些取得模 取得模拟型号 比如说对模拟型号进行一个采样 比如说用AD采样把它转换成数字 然后再进行处理 所以那个处理的时候还不需要经过一些滤波 刚才我们说过一些地动滤波啊 什么的 包括一些中心采样等等 那么根据这种样本质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一些滤波器的因子 可以完成一个频率的分析 那么这些所有的操作我们都包含了很多的 比如说数据的运算 包括一些算法的实现等等 那么它需要那么这种DSP就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以后 它能完成这种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数据运算的 那么首先呢它能够比较 它能够非常快速地计算出总和成价 那么成价一般我们知道啊 在一些芯片中做 其实很多 不管是乘法运算还是触发运算 什么的 其实对芯片系统来说 它做了一个加 乘法也是加嘛 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加法来做 它都是在用加法的这个形式来做 但是它做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么通用的处理器 就是这种DSP处理器 它的计算速度是非常快的 比如说以前的AD公司的 比如说201自动用芯片 那么它的那个核实能力可以达到一个600兆 这个应该是比一边的通用处理器呢 有高很多倍了 那么第二点呢 它可以进位进行操作 它是支持通过移位操作 可以完成对位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它里边有专用的一些移位器 比如说可以左移右移啊进位的操作 比如刚才是在第一节课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二进制作一个乘法 我们乘以二呢 就是相当于左移一位 那么乘以四呢相当于左移一两位等等 这些多位技能操作 那么它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第三点呢 它就是独立的D值可以生成单元 来产生一些存入器单元的D值 那么这样呢它反应存入器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比如说它专门的有一些 比如说它有一些专门存放那个D值的一些计存器 那么直接反应这些计存器呢 通过这个反应计存器这些D值 我们来找到反应这些数据 这样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 第四点呢 它就专门的硬件来实现一些循环 那么通过硬件呢可以增加一些循环技术器 将技术值和最终的目标值进行比较 执行循环之外呢 我们就可以跳出这个循环可以执行别的东西 那么DST的分类 我们主要是分成两个大类 从定点和浮点来考虑 那么定点的DST呢 就说它只能完成一些定点数的操作运算 一般情况下呢 这种16W的DST它可以用于定点计算 那么定点DST的特点呢 那么它的精度是比较低 耗电也比较低 成本也比较低 通常是用于比较低端的预算 那么第二类就是它的浮点DST 那么浮点DST 它是只能处理浮点数 当然现在一些DST也可以处理 比如说我浮点计算 浮点可以处理浮点数 也可以处理浮点计算 处理一些定点数 那么这种DST呢 现在很多32位 比如64位的都有 但是这种浮点的DST 要比浮点的DST 要比定点的DST 要贵得多 但是它们的计算能力 当然也是不可以相比较的 所以说这种浮点的DST 一般是高端应用 比如说包括一些图像处理 视频处理等等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具体一些 介绍一下DST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目前呢 最主要的DST的工程商 就包括一个AB公司 比如刚才我们经常 以前经常说过 AB公司 比如说Shark系列 TagShark系列等等 还包括一些 还有Ti公司 摩特拉拉公司等等 Ti公司 出台的DST也是比较多的 有些C6000 C4000等等 还包括最开始MS320等等 这是最初的一个新建 那么第五个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可编程的器件 那么倾术系统的内核呢 它一般情况下 它是有一个具有处理和控制功能的 一个智能电路 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智能电路 它是能 它是怎么样的 它是能够执行 事先设计的 指定的部件 就是通过一些智能电路的运作呢 这个在硬件设计不变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一些指定 可以完成我们所要完成的一些功能 那么目前广泛使用的 嵌入式的智能部件呢 主要是嵌入处理器 嵌入式微处理 微控制器 包括还有一些数字进行处理器 那当然也出现了一些 其他的智能部件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要说的 这个可编程器件 可编程器件 也就是PLD 它现在目前的代表 我们所熟知的就是FPJ了 还有一些CPLD 那么这种可编程器件 它的集成度 可以达到几百万能 也就是说它一个芯片内 可以集成一个百万能以上的那个编路 那么比较一些高端的这个 SPJ的一些芯片 它还集成一些处理器 收拾信号处理 当然包括一些就是 DSP核 也就是收拾信号处理的一些核 那么通过利用这些核呢 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些 一些收拾信号处理方面的运算 那我们利用这种可编程的器件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些嵌入系统里面 CPU 它的主系统 包括我们处理一些比较大的运算 比如说DSP里面 其实DSP比如说目前像功能比较强的 AB1G201 它里面只有两个承法器 那我们完成承法的时候 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承法器还是比较少的 那么 在一些比较高端的FJ里面 它的承法器个数就非常多了 可以达到几百个 那么这种完成做承法运算的时候 那么这种FJ 那么就相对DSP来说 它要速度快的多 那么这种可编程器件呢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说它大大提高了系统的一个集成度 减少了电路板的一个面积 那从这方面来说来说 就是我们开发的时候 听说我们的硬件成本要降低 而且我们的开发周期 开发也比较相对来比较容易 就需要改一些软件方面的东西就行 那么它还减少了一些逻辑功能电路 比如包括一些常用的组合 还有一些实际的逻辑电路 都可以集成到里面去 那么还有一些复杂的通用的电路 比如说一些通行控制 窗口控制 比如32x2 2232窗口 包括一些协议 但是我们都可以集成进去 我们需要编一些软件来实现 我们就不需要一些专用的器件来实现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 我们在市场上 比如说我们设计系统的时候 市场买不到的一些专用的电路 那么这时候 一般情况我们就能考虑 如果市场买不到的时候 那我们就只能是自己去设计 那么批量比较大的时候 那么当然可以进行流片 那么如果批量比较小 那么我们就给开发的成本和时间 要提高了 那么我们开发的时候 就采用这种可编程器件的时候 我们要从哪几个方面来考虑 主要是下面这几个方面 就是它的成本 第一个是要考虑它的成本 第二就是它的速度 比如说这种可编程器件的它的功能 它比一般的软件实现的速度要快 还有第三个就是未来的流片 那么这种未来的流片 比如说现在这种芯片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 比如说我们采用的时候 我们也采用一种一种主流的一个芯片 还有说即将上市的一些比较为 就是说有发展前年的一些芯片 像我们在更换的时候也比较容易 比较方便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子系统 比如说一些存储器系统 存储器子系统 还有附属电路 还有一些IO 那么存储器系统一般 一般我们这个 就是从内部和外部来定位上 比如说一些目前的一些芯片 它的内部存储器有的可以 比如说一些单排机刚开始它只有几K 那么现在的一些芯片 比如说201 AB201 它的内存可以达到24兆 那么它这个内存的变化也是相当大 包括一些外部的存储器 外部的存储器当然也就是说它一些循止的 就按照它的循止 也就是按照它的那个 对置线的一个个数目 可以算得出来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附属电路 它的附属电路呢 比如说像时钟电路啊 复位电路 一些开门稿 当然调试啊 一些定时器啊 一马电路等等 这些都属于处理器系统的一些附属电路 但是还有一些IO IO子系统呢 它主要是一些输入和输出的一些接口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串口啊 以太网的接口等等 这些比如包括一些AD的输入 输出等等 DA的输出 那么还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它的调试子系统 那个调试子系统 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已经详细讲过了 有很多种调试方式 当然现在比较 呃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一个解采口的调试方式 但还有一些BDM BDM的一些调试 那么我们面对这么多的 处理器单元 我们去如何去选择呢 那么选择处理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为两步 那么第一步呢 就是要选择哪一类的处理单元 我们是选择通用的微处理器 微控制器 还是一些陷阔的DSP 还是一些可变成的器件 这当然要根据我们实际的系统来决定 那么第二步呢 就选择哪个厂家的 选择厂家的时候呢 我们要从以下这个方面来体现 第一个就是成本 包括本身的成本 如果设计小系统 我不可能选择一个造价很贵的芯片 还有处理器的技术指标 它能够达到满足我系统的要求 但还有一些开发工具 它的开发工具是不是完备 是不是方便 是不是能够简单一行的开发 但是还有它一些集成功能 包括一些制造商的生产情况等等 这要综合考虑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这一讲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嵌入式处理器的一些技术指标 那技术指标呢 主要是从以下这十个方面来讲 它的功能当然就不用说了 也就是说它要达到 什么满足我系统的活用功能 它的自宽呢 自宽就是提现的 比如说现在有16位的 36位64位等等 它的不同的自宽呢 它直接影响了一个硬件的复杂程度 它的处理速度 这个处理速度我们需要说一下 我们一般怎么来衡量 它一个处理器的处理速度呢 那我们是一般是用MIPS 这个东西来表示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秒百万次的浮点运算 它和这个指标 它是用于进行科学计算的一个处理器 比如说一般工程 我们做工程的一些工作站的指标 它一般大于两个 MIPS MIPS是每秒百万小指标的 还有一个指标就是M